第82-9集 火焰山背后 2024年10月22日 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秘的西游世界 北京呢 一夜入秋 天气的变幻莫测 让我想起了人生的无常 50岁之前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谁 一直浑浑噩噩的生活 可是50岁之后 我突然就觉醒了神仙血脉 于是就有了大家看到的这一系列视频 我的视频有编号的 一共会有5048集 西游集中的数字 都有深刻含义 而且关键是 每个数字都有现实世界的对应 那么唐僧取经归来 大家都知道啊 他带来了35部经书 这个准确对应了 习主席从1992年开始 到2027年结束 他为中国人民 打造出东方大道的过程 现在人民就完全明白了 35部经书的含义 可是5048集视频 虽然是我要做的 这个视频总数量 但是为什么是5048这个数字 不能是5049吗 不能是5047吗 我之前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含义 可是就在昨天呢 我就突然全明白了 5048的真正含义 我就懂了 这里的每个数字 都和我息息相关 可是我一旦懂了 我就顿时感觉 这实在是太搞笑了 这简直当时就把我逗死了 我直接告诉大家 5048就是谐音 我领死吧 当我一旦明白了这个 顿时感觉实在是 真的太搞笑了 我一时就不由的 想起了一首词 碎世人间留不住 每人词尽花词树 当我刚知道 我是神仙下界 那么我也就几乎 同时知道了我的死期 这简直是让我哭笑不得 而且你看这句话 我领死吧 这就是让我自己安排好一切 然后自己啊 到时候主动去死 这简直真是让我太无语了 大家现在就明白了吧 神仙在人间 其实就应该表现的是凡人 你不能有自己的神通 毛主席 齐主席 都是神仙下界 他们的表现都是凡人 可是唯独我不同 我是带着神通下来的 而且我还要在人间 展现神通 那么我一旦开启神通 首先第一件事 不是别的 就是立刻清楚明白地告诉人民 我的确切死期 这一点不能含糊 因为我这样的带着神通下来 本质也是对天道的作弊 是不能存在于天地之间的 所以我提前告诉人间 其实也是告诉天道 我来人间 只是为了完成使命 一旦我完成了 我立刻就走 绝不多停留一秒 大家懂了吧 好了 那么现在呢 虽然我还没有死 距离死也差得很远 但是我也提前和大家告个别 之后的每一集视频 都是神仙界 送给中国人民的礼物 只是由我来转发 我一定不负使命 尽我所能地做好 每一集视频 我会陪着大家 开开心心地度过 未来的美好时光 人民到了现在 也就通过我的来和去 深刻意识到 神仙界虽然存在 但是在未来 神仙界不会如现在的我一般 这么直接展示神通 他们不会这样干涉人间的 天地人三界 本质应该各安其位 不互相干扰的运行 这才是完美的天道 大家懂了吧 周天子三千年 是西方邪神 以妖魔鬼怪来祸害人间 这实在太不对了 因此到了天道的转折点 习主席 神仙下界 来彻底终结周天子三千年 开启伟大的未来三千年 东方大道时代 我呢 就是辅佐习主席 具体地来杀死妖魔鬼怪 书写真正历史的 好啊 那么我们现在就彻底知道了 5048的含义了 但是你直立了解到这一点 是远远不够的 5048可不是只是说 我的告别人间 这里有更深刻的含义 大眼之是50 其用49 49就是人间 这是人一辈子一辈子的 活在人间 而50就是神仙界 那么48呢 它就是地府 你看5048这个数字啊 只有神仙界和地府体现出来 唯独没有49 这个人间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呀 5048可以说 是我在人间的使命 而我会横跨神仙界和地府 这么两界 但是在人间 我是不被看见的 也是不被认可的 起码就是 大家明白吧 这是绝对不会被官方认可的 所以大家也就明白 为什么我之前一直说 大家不要把我当做一个人 我始终是这个时代 整个社会的外人 我其实应该算不存在于人间的 5048这个数字 是神仙直接告诉你 巫师72 也就是我呀 我就是穿梭在神仙界和地府 但是却在这个特殊时间段 以凡人的身体 来人间做事的那个特殊的人 大家知道了这点呢 那就更应该明白 任何人不要寻找我 实在没有必要 我来人间 有我的使命 这个使命也是伟大和光荣的 也是神圣的 那么我不会给任何一个具体的人 个人的好处 我是给中华民族这个伟大的整体 带来健康幸福 我会按照习主席的命令行事 因此任何人不要找我 毫无意义 我对于具体找我的人来说 那么我就是时代阎罗 我可就是阎王炎啊 你费尽心思找到我 那我只能带给你死亡 好了 大家又更进一步了解了 5048这个特殊的数字 它的含义 可是呢 这还不算完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更深刻 更本质的含义 5048 其中的50 50啊 代表了上下五千年 万年历史近在其中 你看我的视频 还有我的这本西游记 一直说的就是 过去现在未来 近在西游记 大家看懂了吧 那么48呢 大家回忆一下啊 我知道自己的身份 是在什么故事里 就是孙悟空去求先方 医治人参果树 那个时候我知道了 我是神仙下界 那个时候 我是孙悟空 习主席是东华大帝君 而孙悟空有72遍 所以72加48 就是120 这是两个六十 代表了两个轮回 而这两个轮回 说的不是60年一轮回 而是说的两个三千年 大禹时代三千年 周天子三千年 大家懂了吧 显然大禹时代 我就在人间 那时候我是深宫暴 周天子三千年 我也来过人间 那时候我还是跟着习主席 不过那时候 习主席是汉武帝 我是东方硕 现在是习主席 神仙下界 来开启第三个三千年 开启全新的东方大道 我也就跟着下来了 前面两个轮回已经结束 现在第三个轮回 正在开启 我真是很幸运 万年历史 我都参与其中 不过可惜的是 到今天为止 这一刻 我还是没有开启 全部神通 我也就不知道 万年历史的真相了 不过大家不要着急 我这一次来到人间 就是要告诉所有中国人 而且是告诉 一代一代的中国人 万年历史 真正的轨迹 周天子三千年的谎言监狱 必将被我的视频 一扫而光 此时呢 我再告诉大家 5048是我个人 那么我的视频 它也是5048 这两个5048是一体的 所以加在一起 这个数字是10096 这就是说 我的视频会百分百的 久久的 长久的流传下去 我的视频 也就是习主席 给人间的 一座具体的火焰山 这座火焰山 始终会燃烧起 通天大火 烧死一切妖魔鬼怪 烧死一切罕见卖国贼 同时烧死一切 人间的私心 因此呢 大家再看这两个5048 我灵死吧 就是我的离开 剩下的呢 就是我留在人间的 一整套完整的历史 真实的世界 大家想一下啊 你想想李白 李白早就离开人间千年了 可是我们对李白 仿佛老朋友一样 宛如历历在目 那么是什么 让你有如此感觉 而且你还一点 不觉得怪异呢 那就是因为李白 留下了大量 传世诗词文章 李白的文字 就是李白本人 虽然他离去千年 依然宛如还在人间 同理我的视频 就是我本人 所以千百年后 人民看到我的视频 那就是我本人 还在人间一样 我就是这样啊 宛如历代神仙一样 如传说 却也如朋友一般 陪在一代一代 中国人民的思想深处 此时呢 大家看看这一集的数字 82-9 82 这就是说 1982年 死兔子邓小平 带着中国 走上了死路 而习主席神仙下界 其实就是从 1982年开始 斩断这条邪路 带着我们走上一条 全新的东方大道 所以就有了 82-系列 而这个9 是人间最大阳数 所以我的视频 也就是人间最大阳数 我的视频 永远如阳光刺破黑暗 给人民真相 给人民希望 好了 关于我自己 关于这个数字 我已经完全说明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故事 牛魔王变成猪八戒 骗到了孙悟空的扇子 此时你注意原文啊 这里写的是 牛王不是牛魔王 所以这地方是说呀 周恩来软禁了毛主席 他夺得了全部权利 而当时的人民 是一点也没有发现呢 人民不知道他是牛魔王 是魔鬼 人民还以为周恩来 是人民好总理呢 共产党还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呢 这时候我们再看啊 牛魔王 他知道扇子怎么用 他马上把扇子变小了 还是姓业一样 这时候 他就显出本相 并且大骂孙悟空 泼狐孙你认得我吗 这什么意思呢 其实此时说到了啊 周恩来和邓小平两个时代 周恩来软禁毛主席之后 立刻搞出来计划生育领导小组 他玩命要中国人民 断子绝孙 而到了邓小平时代 邓小平不但疯狂 对中国人民大屠杀 他同时还疯狂诋毁毛主席 这句话 泼狐孙你认得我吗 你形象的想一下 那就是邓小平这个小矮子 这个死兔子面孔猙獰的 对着毛主席的遗体咒骂 大家懂了吧 此时你看啊 孙悟空心中后悔 他说这是我的不是了 这句话 其实就是毛主席的自责了 毛主席后悔了 他说自己终年打焰 却被小样给啄了 这地方其实挺逗的啊 这个焰呢 其实是烟祸的意思 烟祸就是太监 就是九转灵魂 就是说呀 毛主席一辈子和九转灵魂战斗 他本来一直占上风的 可是没想到 在自己生命的最后 就被小号的九转灵魂 这个小烟祸给打败了 其实这个时候啊 这个小烟祸 说的就是死兔子 邓小平这个小矮子 你看他那个个儿 搓地丁一样 跟个土豆这么高 就这么一个烂土豆 还被阉割了 还被切了一块 你说这个邓小平 这个什么东西啊 好了 继续说下去啊 毛主席生前 即便他被软禁 可是那个时候国家 还可以说大体走东方路线 人民还没有被屠杀 可是邓小平上台之后 他彻底捣毁了 毛主席建设的一切 中国人民立刻开始 大量被屠杀死亡 这就是毛主席说自己啊 被小烟祸打败了 他太不甘心了 说到这里呢 其实毛主席的一生 物质领域 思想领域 我就大概给人民都讲明白了 但是我前面说了啊 我会带着人民 一起了解清楚 毛主席的一生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如果人民不明白这一点 那么你是始终无法看懂 毛主席一生作为的 现在呢 我做个图 大家对照这个图啊 听我解读 我现在带领大家 回顾毛主席 光辉伟大的一生 但是这一次呢 我不怎么说具体的事 而是说这些事背后 对应了毛主席 什么样的想法 毛主席的所有想法 其实就是直接分为 对立的两个方面 一个是举巧 一个是不举巧 我先说不举巧 这个最直观 大家一看就都明白了 举收起义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建立中央苏区 然后长征 然后打日本 然后打蒋介石 然后打美国 打印度等等 这就都是不取巧 都是实打实的正面对抗 毛主席全赢了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 毛主席建立新中国 确定新中国 在国际的地位 等等这一切 那就是毛主席 光辉伟大的一生 他的所有成绩 其实都是不取巧得来的 这个时候我就要说到啊 贯穿毛主席一生中 几乎都是毛主席性格特点的一个方面 那就是取巧 这个我就要具体的解读了啊 我先说毛主席年轻时候 1893年 毛主席生于 饶山中一个农民家庭 取名 泽东 你就看这俩字啊 这是 泽贝东方 这个意思 看到了吗 这写的多直接啊 毛主席下凡来到人间 他就是来 泽贝东方 泽贝中国人民 而且他最终做到了 神仙的名字 其实每一个字都含义深刻 然后呢 毛主席 字 润之 你就看这俩字 这就是啊 天接小雨润如苏 这个意思 其实这是啊 不知不觉的灌溉 不知不觉的啊 你要记住 要不知不觉的 润物无声的 让万物复苏 这就是毛主席的 可以说是他的使命 大家懂了吧 那么你看毛主席的一生 他体现了润之这俩字吗 没有 而且是一点也没有 毛主席搞的所有运动 都是大张旗鼓 轰轰烈烈 这就好像毛主席肩膀扛一个大扇子 谁都看到了 那个张二长 你没法看不到 而且这个东西太大了 大家懂了吧 毛主席的长征 然后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 三反五反 文化大革命 所有的事 每一件都是轰轰烈烈 你根本没办法装看不见 所以他论之这俩字啊 就完全没有体现出来 因此我这时候猜测呀 神仙界应该很清楚毛主席的性格 因为他两次下来了嘛 这个毛主席就好像李白一样 一说起什么就是神仙一般的那个高度 飞流直下三千尺 人间有三千尺的瀑布吗 根本没有 可是不耽误李白这么形容 而且大家还都接受了 同理毛主席这方面和李白完全一样 他那个飞起玉龙三百万 那不就是飞流直下三千尺吗 而且以天抽宝剑 直接把昆仑山砍成三段 全天下到处分 那么你看这个行为 这可不是天接小雨荣如苏啊 这是啊霹雳一声震乾坤呢 所以毛主席实在没有做到啊 论之两个字 神仙界对他的规劝显然是没用的 那么你看我 我就简单了 我没有字号 我也没小名 我唯一的名字就是周虹都 这就是说 以中国首都为中心 让红色一圈一圈的蔓延开来 最终让整个中国都变红 同时红色一直向外扩张 扩展到全世界 这就是未来三千年 东方大道在思想领域的模样 我们的工心思想 一直要向外进攻 你不能是防守态度 这时候我们再说回毛主席 毛主席在1911年 这时候他18岁 来到了长沙 此时呢 他顺利的考入了啊 湘湘驻省中学 在这个学校啊 毛主席第一次公开发表证件 他表示支持革命党推翻清朝 建立民国这个纲领 他提出啊 把孙中山请回来当大总统 康有为做内阁总理 梁启超做外交部长 还倡议并带头剪掉了辫子 以示与腐败的清政府彻底决裂 这段我是摘的百度百科啊 如果百度百科下写呢 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应该大差不差 此时呢 大家要注意啊 你看我呀 我是50岁才觉醒 我觉醒的标志 就是开始制作西游记视频 这都可以说是白纸黑字啊 不能篡改的 所以你看我的西游记视频 即便是最开始一百多集 我那时候完全不知道我自己是谁 可是我写的也没有错误 最前面一百多集 和我整个系列视频 是完全一致的 我就是告诉大家呀 你通过这件事 你看毛主席 如果毛主席不发表文字 那么我还不能肯定 他是不是18岁就觉醒了神仙血脉 可是一旦他发表啊 政治性文字 这时候他就已经是完全觉醒了 因为政治文字是留在历史记录中 那就是毛主席一步一步建立新中国的最初起点 而在这个时候 他必然知道自己是神仙 他必然知道过去现在和未来 如果他不知道这一点 那可就麻烦大了 甚至毛主席根本就不可能建立新中国 因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还有袁世凯 如果毛主席只是一个普通的凡人 他有旧国的理想 而毛主席又这么聪明 那么以他的才华 他其实应该选择袁世凯来辅佐 袁世凯准备以最小代价 结束满清 统一 然后发展中国 这才是当时对中国最有利的 孙中山的全是瞎子蛋 如果毛主席只是个凡人 那么以他的聪明 他必然选择袁世凯来实现自己救中国的目标 只有凡人蠢货 才会天真的以为孙中山那一套能救中国 其实大家现在看看啊 就像现在的中国 就现在中国真的啊 太多人民被骗的傻傻的 这都建国多少年了 孙中山死了多久了 而且孙中山的接班人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就是大肆屠杀中国人的屠夫啊 我们可以说 孙中山就是蒋介石的亲爹 蒋介石是大屠夫 难道孙中山能是好人 这不是瞎扯淡吗 孙中山一样是屠夫 他还是恋童癖老流氓 这他们都摆在明面上了 你就看看这个宋庆龄死后都不和孙中山合葬 你们说孙中山是国父 宋庆龄是国母 这他妈国父 国母俩人死了都分居啊 有这有这说法吗 是不是啊 你就看看这个事实 你也知道 宋庆龄知道孙中山是什么个 是什么样的老流氓 他最后也不和他在一起 懂了吧 你一个中国人 即便不信我的视频 可是这些摆在你眼前的事实 你他妈也不信吗 你连这个都看不到 你还一口一个国父孙中山 你可真是个傻货 哎 我就不能骂的更难听了 可惜啊 中国被满清愚昧化三百年 清末民国的人民 真的就是一个个纯傻 他们竟然信孙中山 可是毛主席 他的头脑是极为聪明的 所以他是不可能信孙中山的 如果他是凡人 他一定选择袁世凯 这条道救中国 可是恰恰的啊 相反 毛主席选择了孙中山 这说是说明什么呀 这就是明确告诉我们 毛主席在他18岁时候 就是他第一次发表政治纲领的时候 他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份是神仙 他也知道了自己的使命是救中国 所以他经过一番思索呀 就选择了孙中山 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不论现在赞美孙中山的 还是当年跟随孙中山的 都是蠢货 因为我这里不是说孙中山 所以我就不展开了啊 否则一说起来就没边了 大家只要记住我的结论 任何时候选择孙中山的人 都是蠢货 此时我们就立刻发现了问题 毛主席此时已经觉醒了 神仙血脉 他怎么还会选择孙中山呢 那就是毛主席的思想中 一个无法摆脱的特性 取巧 此时你回忆一下啊 当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三条路 一条是东方大道 另外两条都是西方邪路 一个是马列 一个是曼青 你说毛主席作为东方神仙下界 他应该选哪条道 他唯一的道路 只能是东方大道 可是呢 这条道在当时来说呀 走起来实在太艰难了 毛主席也没有坚定的 走东方大道 所以他就是聪明的选择了马列 此时你一定要有 天地一指 万物一马 这个高度来看 孙中山的确不代表马列 可是当时孙中山 比满青可是显得进步的多 所以毛主席是选择了 当时看起来的进步 之后他选择建立共产党 其实也是选择 看起来表面的进步 大家懂了吧 可是毛主席知道 这都是邪路 他本不应该选的 但是他还是选了 而后大家就都知道了 毛主席举着这个孙中山 建立共产党 又加入国民党 最后当了国民党的宣传部长 再之后 我们就看这个图啊 你看毛主席 他利用鲁迅 然后利用小日本建设的东北 然后利用刘少奇 拿来苏联的援助 最后 毛主席利用抗美援手的胜利 借东风一样 迅速让毛泽东赐奖 在全世界出击 以达到四项领域的 农村包围城市 彻底掀翻国内马列的 这个目标 那这一切是什么呀 都是取巧 现在我先告诉大家 为什么毛主席 一直想取巧 如果你不明白 毛主席的心态 你实在无法理解毛主席 为什么一次一次的 取巧失败 他还一次一次的 继续取巧 明明不取巧 他全成功了 可是每次成功过后 他都要取巧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就不得不说到 老子那句话 圣人不仁 以百姓为出狗 我前面详细解释过这句话 而且我尤其对比了 毛主席和习主席 两位神仙 截然不同的做法 习主席做到了圣人不仁 所以你看啊 我们现在都已经 二次建国 二次建党 二次建军 我们都打败了 西方邪恶帝国 可是人民 几乎完全不知道这一点 人民还以为呀 整个世界呀 全部中国呀 啥都没有发生 还和死兔子 邓小平时代一样 还他妈改革开放呢 世界都已经发生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 美国都快完蛋了 人民还一点也不知道 那你反观 毛主席时代 他的每一个运动 都是轰轰烈烈 其实你可以说 自从毛主席 登上历史舞台 那就是运动没停过 有的就是他引发的 你比如蒋介石 1927年的 412反革命大屠杀 如果没有毛主席 卧底国民党内部 蒋介石 他是不可能开始屠杀的 因为他的党员 也没有吃话 他屠杀谁呀 这个运动 就是毛主席 被动引发的 之后那就是 毛主席主动了 比如什么 三反五反的 整风运动 以及文化大革命 大家知道了吧 现在呢 我为了举例 更清楚点 我就不说毛主席 建国前 你就看毛主席建国后 你这时候回忆一下 我都不说高层政治斗争 我们单纯说民间层面 就说 比如俩人聊天啊 你聊起来毛主席时代 是不是有说不完的话题啊 你为什么有这么多 可以聊的 那本质是因为 毛主席时代 运动太多了 你说十天十夜 你都说不完 甚至你说一年 你都说不完 可是你再看啊 习主席时代 习主席都把西方 邪恶帝国推翻了 你还是只看民间 比如俩人面对面聊天 他们聊起 二十大之前的 习主席时代 那好像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社会层面 没有任何运动 大家通过这个对比 立刻明白 毛主席和习主席的性格不同了吧 毛主席没有做到 圣人不仁 他对人民太仁义了 所以他对人民的态度 宛如父母 对三岁孩子的态度 是一样的 其实就这个 对人民的态度 毛主席 习主席都是同样的 习主席看待人民 也宛如看待三岁孩子 否则你看我视频里面 怎么老说 人民就是三岁婴儿了 我在人间 其实也是啊 习主席的代言人 我说的好多话 那也是习主席 要告诉人民的 可是呢 虽然毛主席 习主席 看人民都是三岁婴儿 但是在怎么养育 孩子这个问题上 两个身先 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手段 我现在做个形象的比喻 中国人民 就是三岁儿童 那我问大家 你说 你家有一个三岁小孩 他是不是要上幼儿园 然后小学中学大学 然后毕业后 他上工作岗位 先工作一段时间 有点成绩 然后娶妻生子 然后再展开自己的一生 对吧 我们是不是正常来说 都应该这么读过一生 对吧 这才符合天道 可是呢 有一些家长 他太爱孩子了 也太心疼孩子了 他怕孩子吃苦 他就是一点苦 也不让他的孩子吃 我的孩子 这个读书啊 工作啊 太累太辛苦了 我干脆把他一辈子吃了苦 我都提前为他解决了吧 此时呢 恰好你还有本事 你能赚钱 于是你都不用 你孩子以后工作 你直接在他三岁 三岁时候啊 你把他以后的事 都替他安排好了 甚至你都给他办了 什么买房子 娶媳妇生孩子 你都在你孩子 三岁时候都安排好了 你就给他买了房了 甚至媳妇都给准备好了 那你这是什么呀 这就是溺爱 你看起来对孩子太好了 这个孩子以后 永远不用吃苦 可是你要知道 三岁孩子 他不是你的化身 他是一个独立的人 他要自己完整的经历一生 该经历的 他必须都经历 你都不需要他工作 你都给他买了大房子 甚至更离谱的是 你都不需要 这个孩子自由恋爱 你直接找了一个 最适合他的女孩 你也不管他喜欢不喜欢 反正你觉得最合适 而且他也的确是最合适 那么你就让他们俩 订婚结婚 你连这个都包办了 而且关键是啊 你都不等孩子到18岁成人 你在这个孩子三岁的时候 你都把这一切都办妥当了 那这就是什么呀 这就是溺爱 是极端的宠爱 你怕孩子吃半点苦 而这也就是啊 毛主席对待人民的态度 他宛如溺爱孩子的父母一样 对待人民 他生怕人民吃苦啊 所以毛主席他就想着 在自己有限的时间内 他把未来三千年该干的事 他都给干完了 我这么说吧 很多事啊 其实不是很多事 就是所有的事啊 你都要按照天道运转来 你不能提前 你不能压缩 知道吧 尤其在毛主席时代 我们的物质条件那么长 这就好像是 这个孩子啊 他都营养不良的 还受骨临巡呢 这个时候 你可别想着给他说媳妇啊 那个媳妇一来 就这营养不良的小孩 他进了洞房 以他那个虚弱的身子骨 那两三晚上 他不就精进人亡了吗 大家懂了吧 可是毛主席呢 他就要把未来三千年应该解决的问题 压缩到他的新中国三十年彻底解决 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是毛主席他硬要做到 这就是啊 未有牺牲多壮志 敢叫日月换新天 毛主席这样做 一方面就是圣人太仁义了 这就违背了啊 圣人的含义 圣人不能仁义 同时他这样做 也违背了天地不人的含义 天道都不允许呀 可是毛主席呢 他不管天道 他也不当圣人 他只想着 中国人民不能再吃苦了 那么这时候大家就明白了 毛主席的心态 此时你再看毛主席的取巧 就非常理解了 毛主席如果不取巧 他怎么可能在自己的一生中 完成未来三千年的目标 这根本不可能 他把三千年压缩到他的三十年 所以他必须取巧 这时候大家就彻底明白了 毛主席的想法了吧 他爱人民到了溺爱的地步 所以他不惜啊 违背天道 他连神仙界的规劝 他都不管了 我们不论之了啊 我们大张旗鼓啊 热火朝天的干了 咱们不能再润物戏乌生了 大家懂了吧 此时啊 你就理解了 为什么毛主席 明知道孙中山是邪恶的 是西方邪神的人间马仔 他也要选孙中山 那就是因为 孙中山能得到西方邪神扶持 而袁世凯 是绝对被西方邪神打压的 毛主席如果当时跟着袁世凯 那么他也连带被打压 发展不起来 可是这个时候 大家还要想一下 毛主席是神仙 他是代表东方神仙界的 他的正确做法是什么 就是自己开辟全新的东方道路 哪怕这条路啊 开始时候很小 哪怕就是当土匪 人民一时不理解 那也可以培养自己的真正力量 他当土匪 也可以建立革命根据地啊 实际上后来毛主席上井冈山 那井冈山上原来就是一伙土匪啊 毛主席其实还是从 先从土匪的地方发展自己 大家看到了吧 他早晚还是走 发展自己实力这条路 但是当时呢 毛主席着急在自己一生啊 他干完未来三千年的活 所以他不当土匪 他选择顺着西方邪神的力量发展 当时西方邪神扶持孙中山 马上毛主席也就举着孙中山这牌了 然后中国出现了共产党的宣传 毛主席就知道 这是西方邪神的心 心生邪恶理论 所以他立刻建立了共产党 他还是一大成员 是毛主席最老的那个 不是毛主席 是共产党最老的那个元老 对吧 大家注意一下 毛主席此时很年轻 而当时一大群 一大时候那群人 很多人都是中年人 甚至老头了 对吧 具体我就不去查了 也没有意义 我们只要知道啊 毛主席早就觉醒了神仙血脉 他完全知道马列是邪恶思想 但是他也知道 马列会被西方邪神轻力扶持 所以毛主席主动的呢 他就先弄了一个共产党出来 同时大家也就知道啊 这个时候西方邪神 没有发现毛主席是神仙 神仙下界 西方邪神也不容易发现 否则西主席怎么能藏得住 我又怎么能藏得住 我还不是早就被死兔子 邓小平冻死了吗 这就是说明啊 西方邪神也不能 在一开始就发现 东方神仙在人间的身份 毛主席就是借助这个时间段 西方邪神的盲区 他主动建立了共产党 举起了马列旗帜 然后你看有了共产党吧 按说可以发展一下 但是这个时候毛主席看到了 西方邪神 此时其实扶持的是孙中山 蒋介石 西方邪神给了他们黄埔军校 而且周恩来这个时候 也明着出现在了历史舞台 毛主席一眼就知道 周恩来是九转 这个肯定是瞒不过毛主席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人的发展 他必然有一个合理的逻辑 你就看蒋介石 虽然西方邪神扶持了蒋介石 但是蒋介石那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最开始蒋介石只是一个刺客 他去刺杀逃成章 那你看他就是个刺客 身份显然不高 这是说的啊 蒋介石有基层工作经历 之后他被安排救孙中山等等 这每一步都可以看成是比较正常的发展 可是我们反观周恩来 你别看他说自己在法国干什么革命 那都是瞎扯蛋 你就看看周恩来 尤其是邓小平啊 这个邓小平夺权之后 玩命给自己吹牛逼 邓小平说自己在法国 那么年轻 他还不到二十吧 他和周恩来闹革命 这个十几岁的小孩和周恩来闹革命 可是后来邓小平掌权几十年呢 如果邓小平但凡有半点革命事件 那都得拿出来大吹特吹 然而这么多年 一直到现在 你就看这个死兔子的邓小平 在法国的革命事迹 那是半点也没有 你就去看看现在网上吹啊 邓小平在法国的一些小视频 视频里面是怎么一回事呢 邓小平拿着一个牛角面包 对面坐着周恩来 邓小平说 哎呦周总理啊 这个牛角面包可太好了呀 让我想起我们了 在法国闹革命的时候 我们俩互相吃这面包啊 我这真的操大了 你们俩 你们俩在法国好几年 你们怎么闹革命啊 就天天吃牛角面包啊 然后你们俩人睡在一起 互相操屁股啊 你们可真他妈的太会革命了 大家看懂了吧 邓小平掌权几十年 他在法国的革命事迹 但是半点也没有 所以你也就知道 周恩来在法国发展共产党 纯属瞎扯淡 周恩来没有半点什么革命事迹 就在法国时候 那么周恩来怎么一回国 直接就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呢 这只能说明 周恩来的一切 他的未来都是安排好的 所以周恩来的九转灵魂身份 毛主席就算没有开天眼 他也完全知道 当然啊 如果毛主席那时候开了天眼 他就更知道了 不过我估计啊 他没有开天眼 因为如果他开了天眼 那就是直接跳出人间 这下西方邪神 就会发现毛主席的身份了 以毛主席的聪明 他从这些蛛丝马迹 就可以直接发现九转灵魂 他那个时候就知道 周恩来是西方邪神选中的 这一代九转灵魂代表 所以呢 毛主席就再次取巧 他以共产党员的身份 加入国民党 大家此时呢 就合理推演一下啊 你看啊 毛主席在国民党内 搞赤化工作 而此时呢 国民党 他北伐军开始北伐了 我们按照毛主席的计划 蒋介石 蔡元培 等于再给毛主席打工 你发现了吗 蒋介石率领北伐军 打败了北洋军阀 统一了国家 而这个时候呢 毛主席偷偷的 他也就把国民党的基层 吃化的七七八八了 那么这岂不就是可以利用 这个国民党的基层 推翻了蒋介石和蔡元培 这样几乎就兵不血刃的 建立了一个新中国吗 大家注意一下啊 北伐军北伐 我们就说到1927年停止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推演一下 如果那个时候 蒋介石还没有发现 自己的国民党 被毛主席吃化了 那么最迟到1930年 国民党也统一全国了吧 这个时候 以毛主席的政治手腕 应该逼得蒋介石滚蛋了 那么一个全新的中国 也就建立起来了 你看啊 这个时候 我们假设就1930年 这可比1949年建立新中国 不但提前的多 而且关键 死人也少太多了 对吧 这就最大限度了 保留了中国不多的元气 大家现在看懂了吧 这个就是毛主席的计划 而这个计划的本质啊 是借助外人的力量 不是凭借自己本身的力量 这就是取消 而结果呢 也是那么赤裸裸的残忍 蒋介石直接在1927年 开始了412反革命大屠杀 而且周恩来 他更是直接亲自带队啊 八一南昌起义了啊 他立刻送两万多革命军人去死啊 那么这时候 毛主席知道自己这一次取消 就失败了 所以他马上发动了丘收起义 你注意啊 这就是毛主席组织起来了 农民的力量 此时毛主席也就不借助 工人军人学生这些阶层了 他开始真正依靠这个 全新的农民力量 丘收起义 你就看丘收这俩字 这肯定就是农民啊 这直接说的是农民阶级 工人学生军人都不丘收 毛主席发动了丘收起义 你此时千万要明白 丘收起义的成功失败并不重要 这里的本质是 毛主席开始依靠农民 组织农民 发展属于自己的力量 而不是再借助别人的力量 这就是说 毛主席在丘收起义那一刻开始 他不取巧了 大家现在懂了吧 当毛主席不取巧之后 他其实就是赤如破竹 你看周恩来在1934年 着急忙慌的跑到苏区 立刻弄死了苏区 然后再带队弄死一多半红军 就这样危急的时候 毛主席还能稳坐掉鱼台 你说这是为什么 那就是因为 不论是井冈山 还是中央苏区 都是毛主席亲手建立的 这里有他真正的依靠 自己的真正力量来源 就算是周恩来杀的红军 只剩下一千人 而毛主席就凭借这一千人 依然可以建立新中国 因为这是他自己的力量 所以呢 遵义会议 毛主席顺利夺权 之后毛主席势如破竹 一路建立新中国 打败美帝 打败苏修 最终啊 让世界政治格局 变成了三足鼎立 这一切都是毛主席不取巧了 大家看懂了吧 那么此时呢 我还是带着大家 来到一个更高层次 之前说的呢 其实还是物质领域的取巧 那么思想领域的取巧呢 这个说起来可就是更麻烦了 也更要命 我们现在啊 就之后纯说思想领域 而且是天地一指 部分时间先后 这样才能更容易看明白 我们先说毛主席时代 中国人的思想领域 盘踞的是什么 是满清三百年垃圾 这反应实在是太恶毒了 关键是啊 我们把中国看成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里面啊 全他妈是满清垃圾 没有半点好东西 毛主席要清理垃圾 他需要一个扫把 那么这个扫把 你说应该是什么样的 显然是全新的 也就是说 毛主席应该以工心思想为基础 打造这个全新扫把 可是毛主席呢 这时候他着急啊 他要把3000年的问题 压缩到自己的一生来解决 他怎么办 他如果自己打造新扫把 那么你看啊 满清三百年 把工心思想干没了 毛主席无中生有的 打造新扫把 不是不能 而是时间太长了 所以呢 毛主席就去巧了 他从满清的 满清的啊 这一堆垃圾里面 扒拉来扒拉去 找了一些看起来啊 不像满清的垃圾 这是什么呢 这他妈的就是鲁迅 就是鲁迅思想 毛主席觉得 哎这个鲁迅这么能骂人 而且他被西方邪神 正在清理培养 西方邪神用了这么多资源 给鲁迅刷金身 你看啊 狂人日记 让他写 马列主义 共产党理论 都让鲁迅翻译 那么显然 鲁迅就是西方邪神 培养的宣传领域的大佬啊 他是西方邪神 宣传领域的基石 那可太好了 就他妈是你吧 你这个鲁迅 你这个操地狂魔 就别装了啊 我也给你捧起来 毛主席呢 同样的取巧了一次 他利用鲁迅 这个虽然也是垃圾 但是看起来好像比满清 好不掉的垃圾 他用这个鲁迅思想啊 编制了一个新的扫把 毛主席就用鲁迅这个扫把 去打扫满清这个垃圾堆 大家看懂了吧 这就是毛主席再次取巧 而你说这次取巧 他成功了吗 短时间肯定是成功了 如果一点好处都没有 那毛主席早就大骂鲁迅了 其实啊 毛主席的性格 他也很直接 他是诗人气质 就和那个李白一样 这样的人呢 其实性格都特别直接 只是他们不轻易表现自己而已 毛主席通过赞美陆训 让当时的中国革命者知道 原来啊 远在延安 还有一块全新的思想根据地 这地方不但有全新的思想 不同于满清 是进步的 是革命的 同时这里还有军事武装 能发展这个思想 于是全国各地的革命青年 不就源源不断的被吸引到延安吗 革命队友不就这样发展壮大了吗 那他此时啊 也要理解毛主席当时的困境 毛主席是发动了农民 依靠了农民 但是当时农民有个巨大的问题 他们不认字啊 这个事短时间真不好解决 而毛主席最缺时间 所以他最缺认字的青年 可是当时认字的青年 全被鲁迅骗得神魂颠倒的 他们都认为鲁迅是革命领袖 那么你看那个 左连武裂是怎么死的呀 那不就是都被鲁迅吸引到身边 然后鲁迅想把一推 你们去死吧 他们就死了 那么好啊 既然你们这些知识青年任鲁迅 那我毛泽东啊 也推崇鲁迅 你们就来我这里施展革命报复吧 大家懂了吧 毛主席推崇鲁迅 不但是借助了鲁迅这个臭臊吧 同时也是要解决当时啊 延安革命根据地人员的组织结构问题 毛主席需要大量有知识的青年 你们先来到我这里 我再慢慢改造你们的思想 让你们为人民服务 这不就是后来有了那个 在延安文艺座台会上的讲话吗 这个讲话为什么这么重要 现在大家就明白了吧 现在呢 我就加一段这个文案里面有的啊 我就现在突然想到这个讲话 你想想 如果这帮革命青年来了 他们都是可是鲁迅 以鲁迅思想为自己思想的 那么你说 如果这些玩意儿能用 毛主席需要给他们讲话吗 那根本不需要啊 你看看鲁迅 他的思想 一是贬低中国人 贬低中国农民 所有阶层 所有中国一切 他都贬低 那么你说这帮革命青年过来 如果毛主席真的推崇鲁迅 那么这帮革命青年拿来就能用 可是毛主席就知道他们不能用 所以要给他们讲话 要改造他们 对吧 所以这就是毛主席表面推崇鲁迅 实际毛主席早就知道鲁迅 是个老流氓 是个死变态 那这时没办法 现在大家就想一下啊 如果没有这些知识青年过来 那么毛主席给谁讲话 他给农民讲这些 农民也不懂啊 毛主席呢 就是因为要解决实际问题 他在思想领域再次取巧 就是赞美鲁迅 他其实是利用了鲁迅这个臭扫吧 可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取巧的本质 就是你借鸡生蛋 这个鸡不是你的 他下了蛋 你以为是你的 但是人家可以要回去 鲁迅本身是垃圾 毛主席用这个臭扫吧 打扫了满清的思想垃圾 可是你看他这个扫帚扫 这个扫帚扫过去 这个条子扫过去 留下的是什么呀 他不是香 而是更臭了 满清虽然是异族统治 可是他们灭绝中华文明 没有鲁迅彻底 起码满清的时候 中医不但合法 而且是很被推崇的 但是到了鲁迅起来 那可就不得了了 鲁迅灭中医 灭汉字 灭中国的一切 这都不够他忙活的 毛主席用鲁迅这个臭扫把 打扫完了满清的垃圾 他回头一看 完蛋了 房间这次更臭了 所以你看啊 新中国刚打完抗美援朝 还没有半点消停的时间 胡锋案就起来了 胡锋案的本质 就是把鲁迅思想 捧到毛泽东思想之上 成为新中国唯一的 民间主导思想 官方那必然是马列 这个不能改 大家看懂了吧 毛主席在思想领域 取巧于次啊 那不是后患无穷这么简单 而是当时就有后患 而且一直延续到现在 就到了今天 我做这一集视频的时候 鲁迅依然是民间啊 神一般的存在 网上官方大学校园 无数吃鲁迅这碗死人犯的 现在你就看看网上 那个赞美鲁迅的 那个播放量啊 一集视频 好几百万播放量 那你看我的视频 好几百 这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不但说明啊 这个思想 有背后有水军推 而且也是 它还是人民思想的主流 鲁迅还没有被推翻 大家懂了吗 现在我们就看看 这个大学校园里面 你看这个北大的老傻逼 千里群 他吃了一辈子鲁迅大便 而他现在已经带出来 一群学生 比如这个华东师范大学的 倪文坚 孙小忠 这俩小傻逼 他们现在还抱着鲁迅的屁股 直接张开大嘴啊 狂吞鲁迅大便呢 他们两个吃起来 那是没完没了啊 在我的民国大师傅系列 出来之前 整个中国思想界 根本没有人 如此刻骨的扒皮鲁迅 而当我的民国大师傅系列 出来之后 我单说鲁迅影响这一块 鲁迅这个黑屋子 才真的被我的一缕阳光照进来 人民才真正看清楚 鲁迅真面目 那你看啊 毛主席这一次取巧 这后果多么严重 然后我再说一下啊 毛主席 全球输出毛泽东自想 他的目的你看是什么 是借助外部力量 打败中国内部的马列 你注意啊 这还是借助外人的力量 而不是凭借自己力量 说到这里 大家都完全看懂了吧 毛主席为什么一直取巧失败 他还要取巧 那就是因为啊 他太溺爱人民 你注意啊 毛主席不是只看到 他那个时代的人民 他是看到了 未来三千年 所有中国人 那都是他的人民 他的孩子 所以毛主席 就是要在他的时代 让未来中国人民 永不吃苦 可是当时我们的物质实力 是根本不可能支持 毛主席在思想鲁运的改变的 毛主席不是不明白这点 他太明白了 我们物质力量不够 但是他硬要改变 那怎么办 那就只能取巧了 毛主席要借助外人的力量 所以最终你看啊 当全球一片红色浪潮 全国一片红色浪潮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看起来革命 而最革命的时候 毛主席突然就失败了 这就好像什么呢 我给大家做一个比喻 这就好像啊 一个三岁孩子 他握着一个一百斤的铁锤 他本来是握不起来的 但是此时突然有一股风 把锤子给吹起来了 你看这锤子动了吧 毛主席这个时候 就是这个三岁孩子 他利用了这股风 这就是抗美援朝胜利的东风 他借着这个东风啊 挥舞百斤大铁锤 可是这个风 它不是永久的啊 抗美援朝 如果我们打的美国 灭国了 美帝都不存在了 那么这股风 可就是算永久的了 毛主席就可以一直挥舞大铁锤 但是实际上 抗美援朝对于美国来说 真的和跳蚤咬一下差不多 别说伤筋动骨了啊 这个连包都没起来几个 因此这股风 只是短短吹了一阵 立刻就没了 那这个时候 毛主席还能挥舞这个大铁锤吗 他自然不能了 可是此时你还是要形象的想一下 三岁孩子挥舞铁锤 铁锤已经动起来了 如果三岁孩子 要这个铁锤 按自己的要求 缓缓放下 那根本不可能 那个风一没有 这铁锤当时就掉下来 所以这个大铁锤 就不按照毛主席的命令行动 表现出来 其实这个时候啊 国内国外我们都可以算上啊 甚至国外我都不说了 我就说国内啊 文化大革命 它也是借东风 也是挥舞铁锤 一开始铁锤在毛主席手里 是可控的 这可以说就是 文化大革命最开始那几年 可是后来 周恩来装孙子 他把红宝书举得跟他亲爹一样 亲祖宗一样 那是什么呀 那就是让铁锤运动速度越来越快 力量越来越大 我说一个事实啊 周恩来他成名之后 连老家都不回去 他连祖宗都不要 可是你看周恩来后期 对毛主席的态度 我别的不说 你就说毛主席白内障那次 虽然事实上是周恩来软禁了毛主席 可是表现出来的 那是周恩来宛如伺候亲爹一样 伺候毛主席 又连毛主席的夫人江青 看起来都不如周恩来对毛主席照顾的周到 那真的就是啊 周恩来宛如李莲英 那是伏低作小的伺候慈禧太后一样的伺候毛主席 而表现在政治层面 就是周恩来一天到晚高举红宝书 甚至他睡觉都恨不得把红宝书顶他脑门上 他把文化大革命这把烈火燃烧到毛主席完全无法控制的地步 所以毛主席最终无法控制这把铁锤 结果就是反者道之中来临 林彪离世 毛主席被软禁 最终周恩来夺权 之后呢 此兔的邓小平登上历史舞台 中国陷入了无边黑暗 大家现在完全看懂了毛主席的思路了吧 他为什么一生中多次取巧 而且关键是 每次取巧失败之后 他也不吸取教训 一旦取得了实打实的胜利之后 毛主席总是迫不及待的开始再次取巧 那就是因为毛主席不管天道 他也不做圣人 他就是一个把人民当三岁孩子一样溺爱的父母 他要为这个三岁孩子把三千年的事他都给办好了 结果呢 那就是我们看到的现在的历史了 这里呢 我就为人民彻底讲出了 讲清楚了毛主席的心思 同时呢 我再认真告诉人民 东方神仙界对于毛主席的取巧是十分不满意的 因此在西游记中是借助孙悟空和沙僧的对话 就是黄丰岭那个故事 把这个态度明白无误的表达出来 为什么一定要表达这个批评的态度呢 而且是十分严重 因为历史就是不断重复 天地一指万无一马 如果中国人民你不能深刻认识到 毛主席取巧的错误 那么接下来 未来的中国人民一旦有了同样的取巧心思 那么中国立刻就完蛋了 所以呢 神仙呢 就是通过我的西游记系列视频 明确告诉中国人民 尤其是未来一代一代的中国最高领导人 最高领导集团 你们一定要充分认清 毛主席时代取巧带来的致命危害 你们切也不能取巧了 说完这个呢 我还要再次表明啊 东方神仙对待毛主席的个人态度 那就是恋爱赞美 虽然毛主席取巧是错了 但是他的一颗心 始终是完全的热爱中国人民 他没有半点私心 他把自己的一切 甚至死后的灵魂 都献给了中国人民 这里我代表东方神仙界 对毛主席 致以最大的尊敬赞美 未来的中国人民 你们要学习毛主席的无私精神 以这种权无保留的态度 践行东方大道 这样我们的未来 会一天比一天美好 东方大道 一天比一天坚定 大家懂了吧 说到这里呢 我再稍微说一下习主席 习主席的态度 就是遵循天道 天地不仁 圣人也不仁 他一直完全的做到了这一点 他从不取巧 我还是说思想领域啊 你看我的视频呢 是到了二十大之后才出现 这就是说 在二十大之前 思想领域积累的那么多严重问题 习主席并没有去彻底清理 而是只控制 这帮垃圾的作恶范围 不能太过分 为什么如此呢 我还是做同样比喻 思想领域 是一间充满私心 这样垃圾的房子 表现就是啊 马列和国学 占满了这个房子 当然满清也在 只是我现在用国学来代表了 习主席要打扫房间 他也要用扫把 这个扫把 你看毛主席是怎么编制的 是用了鲁迅这个垃圾 这个结果大家也就看到了 所以习主席 是不会用这个垃圾房间里面的 任何一样东西 这里都是垃圾 都是抽国式 你就看啊 我视频列举的 一个个名人 因为思想 他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 说出来的 所以名人就是思想的代表 那么你看 我视频里面列举的这些人 大学这方面 钱力群 郭继承 王德峰 江湖上呢 就是齐善红 张志顺 国家层面 那就是天天 高唱马列 发展国学 那胡三电视台 还他们请来郭圣人 他把马列和国学给统一了 影视圈 全是张一谋 冯小刚 拱立格优这样的 臭婊子 烂戏子 文艺圈 那是铁宁 甲平洼 莫言于华 这样的明面汉奸 那你就一眼看过去 你说这个房间里面 有半点好东西吗 那是半点也没有啊 所以呢 习主席根本就不动思想领域 只是控制他们的发展 别太过分了 你看 当白云那个邪教刚出现 就被习主席 不动声色拍死了 这就是断绝了 国学的真正大发展 剩下的那就随意吧 你比如马列学院 不就爆发式增长吗 十年涨了十几倍 这他妈不是疯了吗 国学大师 也如野草一般 刷刷刷的 一出一大片 那么你说 他们这帮人不致命吗 其实我告诉大家 他们还真不致命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属于弱者 道之用 他们本质都是弱者 我给你以 马列学院扩张来举例 你看起来 马列学院在这十年 大爆发式发展 对吧 可是你要看到一点 他们扩张 扩张进来的是什么玩意儿 那就是一个个郭继成啊 郭继成这个傻逼 数学就考25分 我直接跟大家说 这玩意儿本质就是个弱智 它真的还不如一般老百姓水平高呢 马列学院大爆发 其实是把一群弱智给拉进来了 如果说 马列学院没爆发之前 他们的理论高度 我打60分 可是马列学院爆发了 一堆二组分的弱智啊 集体涌入马列学院 这里最好混日子了 工资又高 事情又简单 反正照片深刻就行 那么你说 他们的这个60分还保持住吗 保持不住了 直接掉到20分了 这帮马列教授 日子可是太好了 他们本质其实是什么呢 他们是猪圈里面的猪 他们被一堆猪食养着 他们每天只要哼哼哼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 袁九红东南大学首席教授 博士生导师 马列学院院长 他在几百个马列大教授的工作群 他们集体研究女人屁股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本质都是一群被圈养的猪 他们只有猪的智商 他们只会研究女人的屁股 你让他研究马列 那就是开玩笑 别说他们不懂马列本质了 就是马列表面那一层 他们都看不明白 剩下的呢 那你就看到了 锅子一通大发挥啊 什么马克思是畜生啊 马克思和孔子那是原配啊 共产党的坚固谱 那就是不允许杀生啊 看到了吧 如果不是郭继郑这样的弱智 进入马列学院 那你说原来那帮马列代表 起码还有点理论高度 他们绝不敢如此胡说八道啊 可是因为呢 马列学院大爆发 大爆发 其实就是啊 弱者盗之用 我再说的形象点啊 其实这一次啊 西方携身的人间马仔 死兔子邓雅平 他走上了毛主席 曾经走过的那条路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 结果被周恩来利用 最终就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最高点 毛主席失败了 同理 现在邓小平弄出来 马列学院大爆发 那也是在全国各地 都是高居马列主义的时候 一样会失败 因为他们的弱者盗之用 也因为他们的疯狂 他们的愚蠢 最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感 最终他们失败的非常彻底 大家就看看 你就看最近几年 马列教授的新闻 不是研究女人屁股这样的丑闻 就是郭继承胡说八道的满嘴喷粪 那你说这一群猪 他们现在不安心在猪圈吃猪时等着被宰 他们反而是兴奋的到处找事 他们要跳出猪圈 那你说人民看到这群 带着满身粪便的一头头猪 跳出了猪圈 人民会怎么想 那显然是杀了吃肉啊 大家懂了吧 而这也就是啊 在思想领域到了反者道之中这一点 而此时呢 东方神仙就让我在这个时候 做出了西游记视频 西游记视频就是真正的攻心思想 习主席现在就可以利用全新的攻心思想 做一把全新的扫把 开始真心打扫 这不是真心 是真正打扫 思想领域的垃圾了 可以说习主席一直在等待 等待物质领域的全面准备完成 那么思想领域时机来到 有了真正的干净的扫把 这个时候对思想领域的清理 就真正全面展开了 其主席绝不会取巧 所以他之前根本不碰 现在思想领域的任何东西 那都是垃圾 根本不能用 好了 今天说了这么多 我本来想继续解读 但是后面的情节吧 其实说的是另一个大问题 我必须新做一期视频 详细说明 那么这一集呢 就到这里啊 北京这个呀 季节变换的实在是太迅速了 一下子把我弄感冒了 还有点上火呀 把地烧啊 所以说今天念的呀 特别费劲 那大家包含一下啊 好了 再继续到这里啊 再见 还有我要再说一下啊 你看这个集的数字啊 它是82-9 那么毛主席 在人间的岁月是83年 那么你看这个82 加上那个9 是10进去的 差点到10了嘛 所以说这就等于是 毛主席在人间的最后岁月 那差点一点点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就是这个视频里面好多话呀 就是毛主席那些事啊 其实我基本就是代表毛主席说的 大家懂了吧 所以这个数字呢 也有这个含义 我必须说一下 好了 再见啊 谢谢大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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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